在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陪同下 副總統賴清德在總統府大禮堂 逐一和來總統府參訪的基隆市議會議員 握手寒暄致意 也熱誠歡迎大家來總統府參觀 基隆市議會市議員以及市議會工作人員等一行人 在市議會議長童子偉帶領下 特地安排到總統府參觀 副總統賴清德高規格接見 特地執政市議會參訪團小禮物 也和市議會每一位參訪人員個別合照 而其實原本的安排只有大合照 因為童子偉議長親自帶領副總統現場臨時加碼 和每一位議會參訪團員個別合照 讓大家都餘有榮焉 我想今天我們有機會 也有這個榮幸帶領基隆市議會 共同來參訪總統府 也非常榮幸獲得副總統的親自接待 那我想我們還特別到這個 接待裴洛西的一個台灣紅廳 一個大禮堂 總統府專門接待重要貴賓的地方 來這個接待我們這個基隆市議會的全部參訪團 那我們想非常感動也非常的這個榮幸 也非常謝謝副總統特別對我們基隆人的照顧 我想副總統在萬里出身 對大基隆地區的發展 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也特別拜託副總統 在擔任總統之後來全力支持我們基隆未來的建設發展 包含捷運建設 那也包含副總統很在意的長照3.0 那也包含我們現在大歷史場景等等未來的空間開發 那包含我們這個市港再生計畫持續的進行中 那我們也希望副總統就任總統之後 給予基隆繼續的協助 那我們也會全力來努力 然後支持中央跟地方的配合 那副總統曾經說過一句話 在2018年他擔任行政院長的期間 他曾經被基隆說 給人未來的發展算我一分 我一直記得到現在 所以我想副總統對我們的重視 我們非常的感動 那我們必須有這個責任 跟大家一起來努力打拚 讓我們基隆的這個未來的經濟發展也好 等等相關漁業產業的發展 都可以持續的更順利 那我們也守護民主台灣的價值 由於總統府基於維安上的考量 因此規定上 在面見總統和副總統時 參訪團員的手機和相機都不准帶入 而在議會協調下 則允許議長秘書一人 及隨團記者帶手機進入拍照 但是仍然不能錄影和錄音 除此之外 總統府也指派專人 為市議會一行人導覽總統府 也讓許多第一次難得進到 總統府參觀的議員和工作人員 都直呼很開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